稱香港要自由演唱會 17日晚間在台北自由廣場開場 多組音樂人輪番上台 現場也積滿了大批身著黑衣的民眾 香港作詞人靈犀現身舞台 訴說香港荒謬的現狀 並表示香港只有堅持下去才有希望 用台語和現場所有的觀眾 一起高唱願榮光歸香港 為了聲援香港抗爭運動 首民主護台灣大聯盟 17日晚間在台北自由廣場 舉行稱香港要自由演唱會 多個樂團歌手都現身力挺 滅火器樂團還首唱 與香港知名作詞人靈犀合作的雙成績 只望若是新加法 我們的流水變成傀儡 無視地破除 無謂要遠 才成為之下 無常說愛怕 人在心裡之間 勇敢會誇敢 特意改變歌詞 像正在爭取自由的香港人 加油打氣 而作詞人靈犀也以黑衣黑褲 加上黑色口罩打扮上台 訴說香港荒謬的現況 香港加油四個字 已經成為一種罪 一種罪行 已經是現行犯了 靈犀表示 在香港年輕是罪 穿上黑衣是罪 就連買雞蛋沒有收據也是罪 這些所謂中立者 還指責抗爭者 是在破壞香港最重要的法治觀念 林希認為 能夠破壞法治的 只有執法偏頗的當權者 香港年輕人 正在做上一代沒有做的事 過分計算一種運動有沒有用 我希望他們 特別是香港的那些 老一輩的 上一輩子的人 講一句話 你們是遺忘了 還是不敢想起呢 林希也引用 正在十首校園的學生 所說的一句話表示 我們不能因為認為有希望 才堅持下去 我們相信堅持下去 才有希望 新唐臉也一定是胡說的 黃林峰 台灣還有報導